继续来看到中国媒体南方周末 历经新年献词撤稿风波之后 南方周末在今天正常出刊 不过中国大陆媒体争取自由的烈火仍然继续延烧 《新京报》一线采编人员全体拒绝刊登环球时报射频 经过一夜的抗争甚至传出武警进驻到印刷厂 1月9日的《新京报》出刊 在一个很不起眼的版面位置 我们看到了删减版的环石射频 而且这个版面很有意思 没有任何的编辑署名 《新京报》以另外一种方式做了无声的抗议 经过一夜与中宣部的抗争 1月9号《新京报》A20的版面 在不起眼的右下角 刊登了环球时报批评南方周末的社评 但是版面编辑的署名位置却是一片空白 北京维权人士胡佳在推特上写着 这个与其他所有页面不同 没有则编 图编 美编 则教 四项基本信息等于不承认属于新京报 《新京报》记者稍早前在网上透露 他们有两个选择 要么不登 明天就没有这份报纸 要么登了 忍受屈辱 承受骂名 香港媒体还报道 当时武警已经进驻到印刷厂 1月9号凌晨3点 全体一线采编人员在报社集体默哀 《新京报》记者写着 这坨屎终于还是砸到了我们头上 重重的 我们不愿意跪下 但膝盖被砸碎 我们咬牙切齿 下跪一次 目前《新京报》多名记者的新浪微博账号 已经凭空消失 一位新京的资深记者 向新唐人记者透露 他们已经被禁言 另外有记者对华尔街日报表示 《新京报》每天接受的禁令 检查和打压 难道还不够多吗 现在看来 他们弄死一个报社 就跟弄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 新唐人记者唐宇综合报道